一般是老古有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没来 也是从小没接触病毒之前 就生过很重的病 是就被一边放弃的那种病 后来通过学习也发现 其实身体上的问题是自己新鲜病的 通过这些年的学习 可能身体上逐渐好了 然后心态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有了可能很多事情都去向外头 都去愿去混 可能现在都会发现任何问题 都在找自身的原因了 我觉得生活比原来顺畅了很多 但是现在就是觉得自己 还是需要不断学习吧 所以又来了 然后我也希望在这儿 跟大家在大家身上多多学习 谢谢大家 老古有 感觉非常好 就是一直以为 一直觉得就是说 你要离开这个 就是自己就会跑天 所以现在紧紧地跟着 跟着对方往前走 我很感谢这个平台 给我带来的美好 也很希望跟大家在一起学习 那我是 以前我听我朋友说 我这个屁股之后 反正就是把我那个给来看 我今天还没来 然后我一定要先学习一下 如果我要学好 能带动它 希望能把它定制好 反正我这个 因为我以前也了解过这个屁股 这属于那个传统的话 反正我感觉也挺好 对自己也挺好 反正我希望我们健身一下 也把自己身体调育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